字幕提供 因为在台东 这名女骑士 她是遭遇强阵风 人车狂摇之外 连机车都被吹倒了 她是抱着电线杆尖叫 不知所措 女骑士跨上机车 轻便雨衣狂飞 两只脚用力瞪 却怎样都无法往前 雨衣整件都被吹起来 没几秒车也倒了 风势实在太强 女骑士抱着电线杆 才能勉强站稳 她就这样孤身一人 被困在路边 这发生在台东市的仁义南路 下午三点多 中台海魁登陆 台东首当其冲 强阵风达到十四级 女骑士被风吹倒 站都站不稳 抱着电线杆狂尖叫 看起来相当无助 这件傍晚整个台东被暴风圈包围 阵阵强风袭来 露宿倒塌 不会由路上随处可见残居落叶 甚至还有大只的树干 而同时在台东市的丰绒路 下雨下到作水灾 瞬间强降雨 巷弄马上淹起来 到了脚踝的高度 民宅的铁卷门紧闭 就怕这一烟会淹进家门 居民不敢轻呼 台风袭来 台东陆续传出灾情 海魁直接铺台 威力强劲 台风天没事还是待在家 最安全 TVBS新闻 武少龙林嘉义台东报道 刚刚的画面是不是也已经够感受到 台风的威力呢 还有从记者的连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TVBS的记者就在台风登陆的地点 台东陈公镇连线 这强风好雨不断的袭来 不只是开口讲话有困难 还要蹲低才能够避免被强风吹倒 看到的就是风强雨漿 而且人如果没有蹲低一点 会随时被吹走 可以看到地板上全部都是一些残屍落叶 而且旁边的树木是等于是几乎整只快要被吹光了 终于可以连线要带给观众台风最新资讯 没想到 其实这个一路上非常的颠簸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路途上都是断掉的 有一些残屍啊 或者是有一些树木的一些树干等等 都挡在了这个大路上 所以我们刚才开过来 其实花了比平常更要多了一倍的时间 根本没办法好好讲话 一开口大量雨水全进到嘴里 摄影记者扛着机器也差一点被吹倒 国家警察警报的手机都是想说 因为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就是台东的成功 成功就是等等稍后三点左右的时候 会直接登陆的地方 所以这边的风气可能会到12到14级 会这么风强的宇宙 原来因为这个地点就是台风登陆的位置 连线的时间也就是正要登陆的时间 房屋的铁皮是直接被吹了下来 另外旁边的车辆也有直接停在旁边 没有办法行动的 短短一分多钟的连线 两人得用尽全力对抗恶劣天气 在强阵风不断袭击之下 终于是顺利完成工作 只是没想到收工回程又出状况 半路碰上路数倒塌 而且整条路倒了几棵树难以估计 为了继续前进只好下车徒手搬树 但搬完一棵还有一棵实在搬不完 整条路大约一公里都被倒塌路数给挡住 只能作罢等待相关单位到场清除 这里就是花东海岸公路往台东市的方向 可以看到怪手已经在沿途清理这些 掉落下来的树枝或树干来方便民众通行 为了带给观众第一手台风资讯 得通过海葵带来的重重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海葵台风的影响绿岛也刮起了强风豪雨 其中有一处的民宿二楼更是被强风给吹走了 只留下部分的钢架 就可以想见海葵的威力 会不会飞过来啊 眼见对面的铁皮真的飞过来 吓到拍摄的民众精神尖叫转身就跑 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出门 因为风雨真的太大了 感觉会被吹走 看摩托车都倒了 绿岛难聊的风好急 雨根本凶少的 没有固定住的物品全部吹飞 至于绿岛公管村的状况 也好不到哪去 民众拍摄海葵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 竟然把对面二楼的民宿吹垮了 仔细看这间名为海河日常的 绿岛文青民宿原本长这样 一楼为独立书店 二楼是房间 游客可以从二楼远眺 如今二楼以上的木造建筑 直接被吹飞 紧留下部分钢架 按照有一个铁皮 砸过来这边 对啊 这个又倒了 阿鹏的那个 喝过啊 是不是啊 原本就这样吗 整个摔掉 民宿对面的邻居 被这景象吓到近乎不已 幸好民宿歇业已久 早已无人员进出 因此受损后无人员伤亡 绿岛民众直击铁片盒杂物 在空中飞舞 直接被十级的阵风吹到马路上 而女星梁云飞绿岛家的大门 不但被吹开 连屋顶也飞走了一块 他直呼这是他这辈子 看过最夸张的台风 9月3号 绿岛蓝宇有14条航线 总计151航次停航 再次呼吁民众 台风期间不要前往 离岛旅游 以免因船班停航而滞留 TVB新闻刘景元 绿岛报道 海魁扫过南台湾 在高崇市区 昨天晚上狂风暴雨 包含好几个路口都是变成汪洋一片 而屏东也同样出现强劲风雨 大人科大的校门口 烟成小河 于是来得又急又猛 高雄市前镇区的河祥街 瞬间烟到半个轮胎高 车辆卡在路中间 根本过不去 每一会排气管进水 车辆直接熄火 大雨中驾驶下车又推的 看起来有够狼狈 但淹水的不止这 市甲国小附近 中山路上淹成汪洋一片 驾驶不知情继续往前开 车子不动了 消防人员到场赶紧拉起封锁线 禁止人车进入 水淹小腿肚 驾驶下车涉水离开 而屏东也是同样情形 岩埔狂风暴雨 大人科技大学的校门口 淹成小河 车辆经过渐起水花 瞬间阵风达到时机 我朋友都可以游泳 我朋友在我家旁边 这个旧家这里游泳 民宅进水 黑衣男整个人泡进去 屏东县高速箱 十余辆接近60毫米 住家严重积水 民众苦中作乐 还有人募集这一幕 绿色大型垃圾桶 被狂风吹跑 自己长脚横跃马路 幸好没有车辆撞上 海窥台风袭击南台湾 越晚风雨越强劲 高雄轻微晚间8点40分 紧急宣布停驶 连试30分钟 瞬间风力8级以上 安全起见 直到4号中午12点以前 都暂停营运 至于下午是否会恢复行驶 还得看天后状况 才能决定 TVBS新闻 连用选择 首合一姓李正盛 高雄屏東报导 花莲极安厢的花莲大桥 是河水暴涨 也超过了警戒值 公务总局也因为台风的关系 在三号晚间十一点半预警性风桥 在三号的11点半预防性风桥 可以看到他们是摆出了交通追距码 以及把这个道路封闭 就是要禁止人车通行 因为现场的画面真的是相当的惊悚 而这条道路主要就是要通往台11线 往台东的这个海岸公路 那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呢 到时候会再看雨势的状况来做评估 不过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花莲县还是要注意要严防降雨 以及土石流 以及会有七级以上的强阵风 好 为什么不断要提醒你 还是要特别留意 就是因为在前往花莲同门村的防汛道路上 已经是出现了大量的土石崩落了 状况如何要交给记者王思泉 好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大面积土石崩落 现场状况相当险恶 海溽台风肆虐花东地区 经过一个晚上陆续传出灾情 这里就在花莲受盐销木 谷木与游客中心 往同门村的防汛道路上 由于山坡地土石较为松软 每逢大雨容易造成坍塌 而今天一大早 相公所也派遣人力道场千语 让我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你清多久了 你清多久了 早上六点多就来了 那时候这边都风的吗 他预计要清多久这个 现场持续进行轻拟 人有民众冒着生命危险 骑着脚踏车强行通过 大家都替他捏了把冷汗 毕竟大雨持续在下 若没注意到滑道 或是被土石砸到 受伤就真的不好了 以上卫影长的消息 我为您插播一则比较好的消息 是台七线北横公路 80到百滔桥的路段 在今天早上公路总局 是进行确认路况之后 只有零星的落实和路数倒塌 工作人员在清理之后 预计在今天中午的12点 就可以解除预警性的风路了 再来要看到是台风海魁 罕见的二度登陆台湾 这当然这消息引起了国际关注 菲律宾CNN的新闻台 也相当的关注联系了美国的气象专家 来分析一起来听 signal number one is still up in Batanes as typhoon Hana remains inside the Philippine area of responsibility the typhoon was last spotted 265 kilometers northwest of Itbayat, Batanes with maximum sustained winds of 120 kilometers per hour and gust that reaches up to 165 kilometers per hour now early this morning Hana made its second landfall over Kaohsiang City in Taiwan which is mostly inside our monitoring area as this tropical system continues to cross over Taiwan and head for mainland China it's still going to bring pretty gusty winds and the potential for extremely heavy rainfall now as the storm continues its trek to the west it is expected to weaken gradually over the next 24 to 36 hours but even with that weakening it still has the potential to drop about at least widespread 50 to 100 millimeters but there will be some spots that could pick up an additional 150 if not even as much as much as 200 millimeters of additional rain on top of what some of these areas have already seen 虽然尽管海葵 已经是减弱成 轻度台风了 不过接下来 预估它会直奔中国大陆 当地的政府 也提早地 转开了防台的工作 详情要交给 国际组记者杨晴 是的主播 沿岸港口海事人员 来回检查 因为台风海葵 即将直扑 当地渔船也早早 入港避风浪 尽管当地周日 没有太大风雨 但有鉴于入境预估 加上过往经验 海葵在当地恐带来不小破坏 福建也发布防台二级响应 移入台湾海峡后 将向福建南部 到广东东部一带沿海靠近 并将于5号凌晨到上午 在广东福建交接附近沿海登陆 中国大陆东岸等地首当其冲 广东颁布停客消息 部分铁路列车班次取消 沿岸70多条渡轮航线小三通 全面停驶 截至周一 中国大陆中央气象台 仍维持台风红色预警 以上是最新消息主播 但这个算是乌漏偏逢连夜雨吗 因为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台风 一个接着一个来 过去一个星期 前前后后就有四个台风 气象专家就认为 这可能跟海水温度过高有关系 苏拉台风周五周六 扫过中国大陆南部和港澳海岸 香港人经历了一夜风雨 我还在家里 看到一出来10年 都有时就怕很多人会来 一觉醒来好几棵树倒在马路上 这棵重量级大树青岛 还把草皮一起掀开了 行人走路遇到横躺树干 还得大步跨越 甚至看到玻璃碎片 以及雨伞骨架四散一地 这辆计程车不幸被砸中 车顶凹陷 车门变形 前车窗玻璃全会 想到2018年山竹台风 因为两次香港天文台都挂10号风球 幸运的是苏拉灾情严重程度不如山竹 也有香港人觉得感受不到10号风球的威力 苏拉台风灾区不止香港还有大陆东南 其中在广东珠海 阳江两个地点二度登陆 福建也有将近50万人受灾 部分地区水淹到腰部 中南人员用杯的把灾民救出来 虽然苏拉已经消散 不过云溪水汽持续为广东广西带来影响 国家防总调整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三级 针对广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只是苏拉过了还有海魁台风 福建广东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 苏拉淹水还没退 海魁就要来袭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 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毛搁浅和碰撞 而海魁经过台湾后强度预计减弱 为什么大陆东部还得高度戒备 关键在于海魁的移动速度 值得关注的是海魁进入台湾海峡后移动速度明显减慢 甚至停滞少动 对台湾福建东部广东东部一带的风雨影响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像福建东部或连续四至五天遭遇强降于天气 台风连续出现 除了苏拉和海魁 目前日本东南方向外海也有红艳在台风和热带低气压之间转换 而且追溯到几天前8月底还有一个清度台风丹瑞在日本外海往北走 8月29号才消散 一个星期内西太平洋看到前前后后四个台风出现 서태평양에서9호부터12호까지 최근 4개의 태풍들이 만들어졌지만 우리나라로는 다가오지 못하고 있습니다 한반도 상공에 가을 장마를 만든 차고 건조한 공기가 자리하면서 태풍의 북상을 막고 있기 때문입니다 都没影响到朝鮮半岛 一半去了日本 一半扑向中国大陆 但即将听解释 海水温度高是一周四台的原因之一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 季风雨异常严重 带来灾害 都称拉斯维加斯不再干燥 市区淹水一度造成4000户停电 连伴在沙漠的年度艺术盛会火人祭也遭殃 沙漠变泥激 尴尬的是火人祭地点相当偏僻 大雨一下 路空交通停摆 也没地方可以逃 这波季风降雨预计持续 主要活动暂停 入口也封闭 不再让参加者进入会场 第一篇新闻众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末接受访问 谈到这一次前往中国大陆的出访 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放缓是无庸置疑的 雷蒙多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正在放缓 房地产业也面临到重大的挑战 认为更透明而且市场导向性的方式 可以让中国大陆经济有比较好的表现 他也在这一次出访的时候向北京表明 美国商界顺在失去耐心 强调美国企业需要有可以预测 而且公平竞争的环境 希望中方能够关注两国的商业关系 大陆的房地产黑洞是越扩越大 碧桂园在上半年亏损了489亿的人民币 也创下了历史记录 大陆现在开始要出招了要抢救房市 就喊出认房不认贷 也就是民众要买房 不管是不是手购族 一律是享有手购房贷利率 前市大陆房产模范声 碧桂园三个大字现在喊出来 犹如过街老鼠 欠工资烂尾楼 碧桂园果然成为中国大陆房市 危机里最新引爆的地雷 关系今年上半年就亏损489亿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2150亿元 去年同时还有19亿人民币的获利 今年居然雪崩是大亏 后悔已经太迟 碧桂园前景悲观 外资信品机构马上开闸 信贷评级机构目的 调低碧桂园评级 由CAA2调低三个等级 调低到CA 评级展望仍然是负面 估计在销售疲弱 以及未来12至18个月 有大量债务到期的情况下 碧桂园没有足够内部现金资源 应付即将到期的离案债券 预言碧桂园现金即将断流 就是因为碧桂园过往最自豪的高周展模式 现在证明大错特错 碧桂园的创办人杨国强 曾经自嘲自己是天下最傻 盖房卖房吃力不讨好 但是他同时也喊出 要把卖房子变得跟卖麦当劳一样 全部标准化 快速最重要 因此有了碧桂园 所谓三四五模式 也就是拿到土地后 三个月内预售开盘 四个月内资金回正 五个月内资金再利用 顺风顺水的时候 碧桂园快速在大陆三四线城市扩张 逆袭回都市登上龙头宝座 但是快不等于好 品质不佳 近年又遇上了疫情风控 全大陆各地工地得停工 货款供期款还是要缴 买房的人又少了 碧桂园资金锻炼 周转困难 跌落云端 但是还想要翻牌吗 碧桂园位于马来西亚的大型综合项目 被当地政府列为金融特区 目标在2035年员工 可以给70万人居住 不过外电报道 项目目前只是完成了小部分 只有9000人居住 拿下了马来西亚的重点投资项目 这能不能成为碧桂园的转机 还是得看有没有办法先解决债务 倒是大陆政府开始出手救房市 推动落实购买手套房贷款 任房不任贷政策措施 这项政策作为政策工具 由各城市自主选用 实施后可以让更多购房者 享受手套房贷款的 首付比例和利率优惠 简单来说就是不管要换房 还是首购 一律当成首购族对贷 投席款房贷利率都有优惠 其他像是浙江的江新市 松绑县房令 一天的话差不多有20组到30组吧 这样子 周日可能稍微多一点 他们过来的话会不会就是了解 就是创建那个政策地方 会他们会有问过的 以前的县令全部一笔勾销 地方开始自救 而大陆房市目前到底有多糟 大陆的房产开发龙头 万科地产的董事会主席 玉亮直言 现在这一波可能让大陆房市 一口气倒回17年前的开发规模 过度杠杆累积的坏债 一次引爆 要砍掉重练 格外艰辛 TVBS新闻终合不到 镜头来看到的是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 前往俄罗斯的索契 周一也将和俄罗斯总统会面协商 有关重返黑海股物协议 艾尔段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是说 全世界都强烈支持 要让股物通道重新开放 安卡拉方面将会努力 说服莫斯科重新考虑加入 而俄罗斯7月在退出黑海股物协议后 多脑河就成为了 乌克兰出口谷物的主要路径 乌克兰总统泽润斯基 周日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也讨论到粮食走廊的运作 以及加强奥德萨地区安全方法 但是就在当天的晚上 俄罗斯是利用无人机攻击了 奥德萨多脑和港口的基础设施 这恐怕也要影响到谷物的出口 再来看到是俄罗斯境内 接连的遭到乌克兰的攻击 周五又有无人机出现在莫斯科的上空 这也导致莫斯科机场再度关闭 显然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是越来越难以抵挡无人机攻势 俄罗斯境内的无人机攻击 还是没有停止 几乎天天都有民众将影片po网 让罗斯官媒想瞒也瞒不住 还有俄国少女开心庆生 没想到下一秒 就被远处爆炸声 吓到不知所措 好心情瞬间荡到谷底 从收集情报到精准打击乌克兰无人机 小兵力大功乌克兰总统周四还宣称 已研发出可打击700公里外目标的无人机 另一款引发热议的纸板坐无人机 也首度曝光相关性能 乌克兰作战武装部队公开一段纸板无人机测试片 虽然外观还是保密特地遮挡 但能看出这种无人机内含子母弹 可投放出小型密集的弹药带来破坏 无人机快速飞过层层栅栏 此至此刻乌克兰其实还在训练更多无人机操作员 当中有很多是娘子军 这批娘子军在废弃教堂中研究无人机模拟器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阻止恶军杀戮 而这种药价约500美元的无人机 确实有机会摧毁上百万美元的恶军设备 除了无人机 乌克兰周四成功与英国武器大厂被移系统签约 将在乌克兰生产榴弹炮及步兵战车 目前在巴赫姆特一带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人经常上演激烈交火 最新曝光的影片显示成功抓获俄军战俘 乌克兰最近也把握机会制作新战宣传片 劝说俄兵赶快投降 影片中特别强调理解俄军被骗陷入两难 既不想男伴女装逃亡 又缺乏贿赂的资金 因此唯一活命的方式就是向乌军投降 只是俄罗斯目前的危机还有内部动荡 先前在库斯克的无人机攻击 俄罗斯志愿军已经宣称是他们动的手 当然这些俄罗斯都不想张扬 官媒中只强调在布洋斯克也抓获乌克兰破坏团体 针对乌克兰反攻进度不如预期 乌克兰外交部长罕见动怒 要批评者有本事就自己来打仗 而战争以来一直最挺乌克兰的英国出现职务移动 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因应内阁改组请辞 他也在请辞信中说国防预算审不得 华勒斯请辞后原本职务已确定由能源安全大臣夏普斯接任 铁新闻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周日是撤换了国防部长 突然的举动引发外界关注 泽伦斯基是在演说中提到要整顿国防机构 因此更换战时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希望为国家带来新气象 而取代他的人选是乌梅洛夫 去年在和俄罗斯谈判的场合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但是人事变动不免令人有揣测 因为列兹尼科夫领导下国防部曾被指控贪腐 泽伦斯基这个举动或许也是在整肃内阁 美国国防部先前是宣布了乌克兰的飞行员 将要前往美国接受F-16战机的训练 利用丹麦和荷兰军援的F-16对抗俄军的空中攻势 泽伦斯基出绑丹麦坐进F-16驾驶舱 象征达成历史性协议 丹麦将提供19架的F-16战斗机给乌克兰 希望能推动陷入泥沼的恶乌战情 战事一拖就是一年半 说好的春夏季反攻也是不如预期 不只是乌克兰心急 欧美国家对军援也开始表现出疲态 但专家强调战争本来就没有这么简单 虽然承诺要援助战斗机 但奔西加认为这并不代表战争很快就有结果 因为在今年之前战机恐怕还无法转移到乌克兰 尽管从今年8月乌克兰的飞行员就会展开训练 学习相关的飞行技术至少需要半年 但寻求西方战斗机支援 很可能是不得不提出的要求 但因为维护一架F-16就要价高达1300万美元 因应现在的战事需求 F-16确实不是最好的解方 专家也认为比起F-16还有太多更经济实惠 以及更切合现在战场需求的战斗机选择 先前小兵力大功的飞弹防御系统仍然在战争当中 扮演重要角色 但对包括无人机等飞行武器 仍然需要能重复升空的战机来做应对 不只是对乌克兰对不少民主国家来说 这都是一场不能输的战争 从北京平壤到德黑兰都在观察战事的动态 还有各方阴影的手段 转家强调就算是再强大的战斗机也无法让战争直接结束 除了要有路空武器之外 还要有技术熟练的操作人员和灵活的战术才有可能赢得战争 但这些能力并不是短时间就能达成 乌克兰面对困境如何才能利用优势加上西方国家的援助逆转胜 也成为不少国家思考改进国防战略的最好接近 体育页新闻组合报道 在您掌握东南亚动态 泰国前总理戴克兴获得泰环赫射刑期减身一年之后 仍然可以再获得其他的特色权益 前副总理威沙奴就强调这和其他囚犯的待遇是相同的 泰国新任总理社塔确认免签证措施 10月起中国游客免签 强调只有在旺季的时候实施 不过民间态度两极 有业者就担心零团废喊灰产的问题 再来看到是新加坡的前国务资政尚达曼 南瓜七成的选票当选了总统 预计14号就任 这也显示尚达曼政治魅力超越种族 没有受到执政党丑闻世界影响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昌 9月5号起将出席在印尼举行的 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预料大陆公布的标准地图 所引发的南海主权争议将会成为焦点 还有是印尼的亚万高铁工程引起了民怨 隧道工程爆破施工 造成113间民宅损毁 连外道路均裂以及坑洞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日本排放核废水入海饱受各界的争议 在大陆更是掀起了一波反日潮 连远在日本的店家也遭殃 猛力怒砸日式料理店 日本排放核废水引发中国大陆民众激愤 甚至疯狂打恶作剧电话给当地日本商家 还有在大陆的日本料理店老板 狂猜自己的店面扯下各种日式装饰 而在北京当局宣布全面封杀日本海产后 大陆全国不止掀起抢购食用盐巢 也有民众赶紧先吃一轮日本料理 日本当局则请来IAEA国际原子能总署拍广告 帮忙背书 尽管如此大陆外交部痛批日本试图混淆试听 猪力水这样的称谓无视客观事实 无非是日方试图淡化掩盖核污染水盘海的危害 误导公众和国际舆论 一些日本民众也不买单 理由としては 现在世界でもいろいろフェイクニュースだとか多い中で 国が言ってるんで問題ないって思う人も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自分の中ではちょっといまいちまだ信じきれていないなという 不过日本政府为了因应北京的封杀 2号宣布再添加200亿日元拨款支援国内水产业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当然这担心是会有的 大陆民众就用辐射检测仪检测大闸蟹 就会吓坏了 还好后来发现是乌龙一场 空气当中也报警 这是上海徐娇姐买的专门测辐射的仪器 放在桌上两分钟 没想到数据标破安全值的三倍 难道房子内都是辐射吗 还是比较相信这个仪器的 然后搞得那个是一个惊悚的夜晚 大家都很紧张 隔天徐小姐无意间拿着仪器 对着女儿肚皮 竟然也发出了嗶嗶声响 你昨天吃了那么多海鲜 果然报警了 原来海鲜在你的肚子里 徐小姐开始怀疑 花了1600多块台币买的辐射检测仪 坏了致电商家 之前徐小姐因为仪器发出警报声 害得她扔掉了一大锅的大闸蟹不敢吃 现在证实是仪器出问题 她想起了那锅大闸蟹 深深叹口气 我们家里面现在 把这个海鲜全部扔掉了 不敢吃了 有可能会这个检测仪器的 只要带来了更大的惊慌 大陆网站eSoul 类似的产品 动辄1500到2000块台币 并不便宜 重点是近期还卖得吓吓叫 日本排合污染水事件 此类产品可实施检测进口食品 化妆品等辐射数据 记者发现 有品牌的核辐射检测仪 8月销量达到了1万台以上 而究竟辐射 到底可不可以用这种 测出 测出来准吗 专家给的答案 可能让买家失望了 放射性元素测量的前置条件 较为复杂 通常只用一个仪器无法完成 且检测方式也有严格的要求 因此普通百姓 购买放射性检测仪 必要性不大 同时辐射检测仪 半年需要重新校正 民众如果买了二手货 超过半年 想必也就买个安心罢了 TVB的新闻谢谢希 陈向如综合报道 镜头来看到是南海 面临到少子化和高龄化 也不断地在思考说 要如何填补人力缺口的方案 而近期南海的教育部 就推出了抢留学生的方法 少子化 由于学龄人口增减 许多南韩大学面临灭校危机 南韩教育部提出的 留学韩国三十万人计划 期盼五年内将留学生增加一倍 尤其锁定半导体 定居一条龙的支援政策 针对高科技领域留学生实施快速通关 将获得南韩永久居留权的时间 从六年缩短到三年 同时计划向进入地方大学的留学生 发放地区特别签证 如果毕业后留在地方企业工作 就允许长期居住 除了高科技产业 南韩的造船业也急需人才 在造船业求职说明会现场 就有不少外国留学生来咨询 这些外国留学生在南韩 攻读造船相关专业 也具备海语能力 成为南韩造船产业的潜力人才 南韩业界推算 为了维持造船业竞争力 追加所需的人力 五年内要达到四万名 这就是南韩政府改善制度 让外国留学生取得技术人才 签证的原因 事实上大部分外国留学生 在南韩求学毕业后 已返回母国居多 也有部分人士 因为不熟悉语言文化 不小心从事犯罪工作 而被强制驱逐出境 根据统计 去年在南韩中断学业 成为非法滞留者的外国留学生 超过三万六千名 不少人批评当局 只热衷于吸引人来 却无法妥善管理 在招揽人才之余 也得同步规范 才不会增加南韩的社会问题 TBS新闻综合报道 搭的路真的好难 受到台风海葵的影响 三号高雄小港机场 有多架的班机 是转将桃园机场 在这大包小包的行李 入境桃园机场 精神状态狼狈 连上表情心有余悸 因为刚刚在飞机上 真的超可怕 来那个一寒的 双脚可以重回地面 所有人这才总算比较安心 因为回想起机舱内的经历 飞机瞬间想大怒神 心脏都快跟着跳出来 这批旅客原本预计三号晚上10点40分 达成长榮航空BR171班机 从首尔仁川飞往高雄小港机场 海魁台风当天下午 从台东东河登陆 却在高雄台南沿海附近 支流打转 持续带来狂风暴雨 飞机尝试降落两次小港机场 都失败 后来转将桃园机场 4号凌晨12点多 才终于安全抵达台湾 更可怕的是长榮BR705 从上海浦东飞往高雄的班机 因为台风影响已经在高雄外海盘旋四次 仍然无法顺利降落 根据气象局前阵观测站 当时瞬间阵风一度来到时机强风 全球航班APP也瞬间吸引5000多名网友 来关注这架勇闯高雄的班机 最后也还是只能转将桃园机场 另外还有一架台湖IT663 从首尔金浦飞往高雄回台的班机 也遇上同样的转将命运 三架班机都因为台风影响被迫转将 机场也安排游览车接驳回高雄 遇上台风连机长也不敌怪台海盔 尝试了好几回 但最后总算有惊无险平安降落 TVBS新闻林志伟 蔡新瑜桃园采访报导 面对台风常进的风势雨势 如果出门的话 比起撑伞确实不如穿雨衣 是更安全的 来看我们的实测 好 它真的坏了 在小风中撑伞 下一秒雨伞马上开花 伞部被吹翻和伞谷 瞬间分离 这风势连人都站不稳了 更何况是一支稍后山 气象局持续对花莲发布 路上强风特报 这顶着十级风的强风 要长着伞出门 你看像我这样子 还没有出门 就已经伞坏掉了 而且顺风伞坏 逆风是难熄 还不如跟我一样 把伞丢掉 穿着雨衣比较快 记者实测也只是想提醒大家 台风天真的别撑伞 因为除了花莲风很大 海魁台风中心登陆的台东 一样刮起狂风 实际上震风是什么样的感觉 基本上是连伞都不用撑了 因为怎么撑 都撑不太起来 对 这个风阵非常强 对 隔壁伞要打开 其实是有难度的 而且万一车来 它可能就会被吹弯 另一头也有记者测试 在马路上拿折叠伞 别说想遮风挡雨 因为撑伞根本寸步难行 这状况花冬民众很有感 虽然海魁对北台湾影响较小 但外围环流还是可能带来 间歇雨势 北街站内共享伞 造福不少没带雨具的人 只是如果突然吹来一阵风 吹翻雨伞造成损坏 业者说先联系客服 然后归还租借站 如果维孕人员回收 判断完全毁损 租借者就要负担赔偿 费用上限是799元 如果借了伞一打开 就发现故障 因为前三分钟不计费 只要在时间内推入归还 就能重建一把 TVB的新闻中华报导 高雄有公庙台风来袭前 举办了平安宴流水席 吃着之者风雨就越来越强 真的成了流水席 交给你分 好 这是在高雄凤山 五甲的一间公庙 昨天因为普渡的关系 所以庙方举办了一场 平安宴的流水席 没想到真的吃成了流水席 有的撑衣衫 有的穿衣衣 有的穿衣衣 照吃服务就对了 对对对 越吃越大碗 因为台风来袭的关系 雨非常的大 整个棚架都被吹翻了 而且很多的锅碗瓢盆 都已经泡水了 甚至一旁有饮料的桶子 来不及收 这是昨天晚上 虽然晚上的时候 台风对高雄的影响比较大 在白天的时候 公庙也举办了这个平安宴 决定了要提早让信徒吃 到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已经快逐渐吃完了 那时候风雨才增强 所以有人是干脆打包 不过也有人是撑伞继续吃 还有附近的住户 从高处往下拍 可以看到这个吃流水席的盛况 让住户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那时候风已经很大 棚子都快被吹翻了 幸好大家很平安 没有发生任何的状况 那么这是来自高雄的资讯 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作恒 也请您持续锁定 稍后的Focus世界新闻